作为美国 它这一次是明显是针对港区国安法 而且它是本土 它美国本土有好多的法律 就是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二十几步 而香港要堵塞自己的法律漏洞 它反而是用双重的标准来指责来干预 所以它是非常的一个可耻 双标的一个作为 所以我们是严厉的自己谴责 为什么香港立国安法来出声 是因为它们一直都利用香港 做一个好像反中国的基地 如果国安法可能这个反中国的基地 它的效力就越来越退 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特区 行的是一国两制 但是在国家安全这个层面上 就面临一个不设防火落的一个地区 它就趁着这个机会来作为一种颠覆 搞颜色革命来牵制 来遏制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 美国对香港人它是要庞大的贸易顺畅 三百多亿美元那不是一个小数 所以呢它要是对香港制裁 特别是要针对我们新闻长官 主要官员等等 我相信香港政府也不会就这样的措施不理 香港政府中央政府也有这个对应性的 反制裁的措施 所以这个我们也这个非常的期盼 这些措施的突出 在一国两制这个框架下面 这个世贸主席结语香港的地位 不是美国结语 那如果他不承认这一种的安排的话 其实也就是破坏了一种国际的思绪 另外在贸易上 其实是对他损害更多 只有我们把香港 我们的非内事 我们的做好 加实的全世界各地 都会看事实看证据的 也不是一个美国制裁 或者其他他某些盟友的跟随 就能影响香港的根据了 这个我一点都不担心